所以導演請去看飾片 然後導演本人 就在飾片間裡的時候 然後那電影就是爛透了 妳會 去上廁所 然後不回來了嗎 不再回來 沒有啦 我覺得啦 其實各位要知道 當導演真的很難過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一個作品給人家看的時候 好像是自己脫光了衣服一樣 所以人家只要稍微什麼 只要轉過去一下什麼 你真的是 每根汗毛都豎著 然後覺得說 我覺得真的很難過 所以我覺得是將心比心 就是說如果你對電影有什麼意見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緩一緩 就大家 當場不要給人家難過 所以看我還是立刻會跟導演講一些 好看 還不錯 什麼這一類的 對 我今天剛剛看小孩子 我就覺得我很多地方要學習 對 第一年我學 你說配樂棒或是色標好 而且我覺得創作本來就是多元的 我拍完妳如果跟我說配樂棒 我絕對知道妳在想什麼事情 對妳不好 竟然對妳竟然怎麼配樂 字幕翻得很好 對 所以S跟我如果要去看小弟的庫瑪的試片 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她現在已經知道我們兩個要幹嘛 因為我沒想到妳既然也是這麼緊張的人 那我們去看試片的時候妳不要再嘗好了 好啊... 那會不會我們看完 然後說導演我們覺得很好看 這樣我就了解了... 我就了解了 妳只要說字幕很好我就了解了 所以妳自己在感受人家看的時候 人家如果站起來去上廁所 妳會覺得災難 這麼多年的工作一定有時候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等等 但是像庫瑪我真的講 我真的有一個感覺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真實事件改變 就是這個社會裡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 我最近有一點感覺說 它很像一種節慶你知道嗎 就是燈亮的時候 大家紅著眼睛站起來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試片嘛 然後大家 我們就會在那邊謝謝大家 然後遠遠近近站起來 大家會朝妳笑一笑 對 真的有一種節慶的感覺 就是好像大家都釋放了一些 妳說我們兩個去看試片的時候 要紅著眼睛站起來 我相信 我相信幫妳帶一點那個紅的去好了 那萬一眼睛沒紅 可能只有笑嗎 對 對啊 所以妳用 電影快結束 我們兩個互同眼睛 沒有 真的 沒有 一定要紅的 所以靜靜妳 妳到演藝圈是 看到任何明星 都沒有什麼感覺的是不是 比方說看到藍正龍的時候 有興奮說 哇 藍正龍 還是沒有感覺 有感覺但不會 就一點點小感覺 所以看到徐希弟也是就是 還好 沒有 就 我不知道怎麼講 有任何興奮嗎 要看到她 有啊 有 可是看不出來耶 妳回去會跟同學講說 我今天碰到小S嗎 不會 為什麼 應該就是因為妳人機大 對 我真的很想要訪問來賓是石成大 為什麼 然後就 然後就 那妳覺得蔡康遠聰明嗎 聰明 聰明 如果連這個都得不到話 很誇張 那妳被王小弟找去拍片前 有人告訴妳說 小弟是大導演嗎 沒有 就 那時候我看到王小弟 我就 我就問我媽他是誰 因為我那時候不知道 然後 我就上網查 就超厲害的導演 妳看到藍正龍的時候 第一次見面也不用跟他打招呼 說我是你的影迷這些話 都不講 都沒有 她比我還酷喔 真的 所以 在現場都是我跟她打招呼 那妳當時會覺得說這個小朋友 怎麼會這麼 這麼酷喔 就是覺得 應該是跟他們學習吧 不是啊 就是那種從容的態度 你也不會啊 你碰碰任何演員 你也從來都沒有講過說 我是你的影迷 或什麼 我很喜歡你的作品 你一次都沒有講過吧 你不講場面話的啊 對啊 可是他比我更自在 所以你希望人生 永遠不要社交是不是 講好聽話 他來康熙幾次了 沒有一次稱讚過我們節目 他也從來不會講說 好久不見 你最近好不好 他也不說說 小孩子你又變漂亮了 對啊 一次都沒有 也沒有跟我媽問聲好啊 許媽最近好了 睡覺到獅子會會長嗎 你關心嗎 這個 對啊 這個你關心 獅子會長嗎 你關心獅子會長嗎 你今天最大的反應的線 給獅子會 太另類了 漂亮 那他們會不會包場看電影 會 獅子會力量非常大 好 那你幫我問候一下 你這是勢力鬼 然後沒有見過王好弟弟 人家就知道說 這個是小弟 然後對方就說 這是你弟弟啊 好笑 所以你從小大概 你的名字大概很容易 讓你被人家認為是小弟吧 對啊 那所以他們這種小朋友 沒有 你找他們的時候 你會先 你會希望他們先知道 你是何方神聖嗎 沒有 就算了 沒有 沒有啊 就是就來就趕快 因為我說都是急著 趕快瞭解他們 對 可是你是不是比較喜歡 不會講場面話的演員 好像是 因為如果一來就說王道 我覺得你的作品很棒 我一直都有在欣賞 因為我就難受 你就不喜歡這一套 對 你家瑩應該有講吧 沒有 你也沒有 家瑩也沒有 家瑩也是那種很酷 馬國畢肯定講 不會 你不是馬屁精嗎 我沒有 可是我記得第一次 跟老師碰面的時候 是還滿特別的 他就架一台DVD 然後在旁邊 然後就開始問我說 我現在想要跟你試計 那我可以把你的一些畫面 拍下來嗎 我說可以啊 然後老師就開始摸摸我的耳朵 檢查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指下有沒有剪 有沒有什麼污垢 然後就叫我翻一翻 他說你有長胸嗎 你可不可以拉起來給我看 他摸一摸 雙毛是什麼感覺 然後就叫我 在公共場合嗎 在咖啡廳啊 等一下他揉你全身 你是要演什麼 被清理過的屍體嗎 沒有 他演一個那個有錢人家的少爺 那 藍正宏他這樣對你嗎 小弟有這樣對你嗎 沒有啊 你沒有喔 那老師為什麼 老師是第一次我去他辦公室 然後他跟我試鏡這樣 他沒有摸你耳朵什麼的 沒有 他只有跟我瞭解 所以是因為馬國畢 是妳比較喜歡的類型嗎 妳是說他真演的時候也相親嗎 因為為什麼藍正宏就不用被摸 大概是有胸毛的關係 會有關係 有點稀奇是不是 真奇異秀 都不見過 馬祝勤正亮心回答問題 其你自己也害羞 他就討論性啊 性別 難道剛才是討論他事 他還有貴情嗎 對啊 對啊 不要太好了 他馬前跑了 他還會把你還記得這件事 對那件事還有貴情嗎 蛤 他那臉 我也不想聽到他的答案 來